中文字幕——YK 传统弹王记在这一年当中是如何走势的 在过去的十多年的时间里 整个这个市场在每一个每一年的轮回里面 都是有一个弹王记之说 在2002年到2009年之间 一直持续着那一种当地的传统的弹王记 就是说每年的四五六七四个月 春天是一个旺季 八月份进入相对的淡季 九月中下旬到十月十一月初 大概两个月的时间是稍稍好一点 相当于小旺季 然后进入十一月中下旬之后 到了十二月一月二月三月 这四个月左右的时间 就进入了传统的弹季 就跟咱们的雨季是合拍的是吧 差不多是这样 换句话来讲就是 传统的弹王记与天气是息息相关的 最冷的时候最潮湿的时候 以及夏天最热的时候 都是市场都是受影响的 后来到了2009年之后 就过去这五年的时间 今天整个市场的弹王记稍稍有了一些变化 就是从春天开始的这个旺季 到了六七月份 进入慢慢的缓冲期之后 整个这个下半年就不太景气了 就过去这五年的时间 基本上是这样一个走势 而刚刚过去这十个月 就是进入2014年 又是不一样了 又和过去那四年多的时间 有了一个明显的不同 就是全年一路都是在 慢慢的稳定的向上 持续的发展 到了这个今年的十月 它等于是跟 以往的这个平均成交量的平均值呢 要超出去很多 这一定的 因为以往呢 十月份的时候 并不是一个最好的月份 同时在过去这几年的时候呢 有了下半年度上半年 这样一个传统的 或者说过去几年的这个弹王级之分 十月份的平均值不算高 那我们过去这个十月份呢 超出了它以往十年 当月底成交量的平均值 已经超出了16.6% 这个数字呢 还是相当可观的 那么这个形成这个原因是什么 就是说为什么十月 是属于淡季不淡 反倒是旺季 这个与我们当地人 自己的市场观念 和当地人的参与有关 过去这十个月来 就是从2014年年初到现在 一直市场是呈现了 这样一个走势 也就是说当我们跨越了02年到08年的这个狂热期 进入了09年之后的一个稳定发展期 然后在2012年进行了一个小幅调整之后 这个市场终于进入了一个稳定的平衡的健康发展的这样一个轨道 从2013年的年初到现在实际上持续了接近两年的时间 这个市场一直都是稳定的 人气也好 成交量也好 方方面面的指标都是很稳定的 没有那种传统的淡孟季的巨大的差别 这样来讲就给很多市场的观察人员 以及市场的卖家和买家有了一个充分的信心 就是说我们的后边的市场 理论上来说它是应该持续一段时间 那您看这个加拿大目前来说房贷利率 相对来说是出在历史地位 这个也是不是其中一个原因 这样可以帮助很多的首次职业者 还有一些年轻的家庭 更方便更容易地去职业 所以他们这些人也是一个 在房地产市场上也是一个购买的一个主力大局 是的 我相信是这样的 在过去这一个月的时间 我们的央行发布了一个明确的信息 就是隔夜拆接利率还是维持在1% 另外从房地产市场来讲 各个大的银行都在试图 暗暗地对各种不同的利率组合 贷款的利率组合进行调升 现在看来调升了大概一个月左右 就又慢慢慢慢地下伏了 也就是说我们整个这个市场 从利率的走势方方面面来看 都是维持一致的 那么加拿大的央行 可能会在2016年上半年 慢慢地开始加息 这样来讲我们可以向前看一看 2014年年底2015年 应该是一个稳定的发展期 不会有大的变化 这么说您是很看好目前的市场 那么您认为就是说 在这个就这个10月的表现 和未来的一些一段时间内 大温房地产市场会上 怎样的方向发展 持续性的发展 就是目前这个13年和14年的走势 我相信它会维持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 因为从利率来讲是稳定的 从当地人的心态也是稳定的 从我们的经济发展和整个环境指标 这都是没得说没得问题的 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影响我们华人心态的一个指标 就是移民政策 这个移民政策将在明年年初放松 推出了一系列的快速审批的移民政策 所以相信明年的四五月份以后 就会陆续有新的一批移民陆区登陆 对我们这个市场将是有一定的推动力 将注入新的活力 所以我说从方方面面的这个消息 和这个市场情况来看 我们应该维持一年半以上 这样一个稳定期 老张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总体来看 看来这个整个市场情况是 整体向上稳步发展 非常健康 非常好 那么我的问题是 我们华人热衷的社区 比较热衷居住的社区 和本地人居住社区的市场表现 是否一样呢 这个现在有很大的区别 我们说华人社区 对目前这个市场反应是不太积极 甚至可以说比较木染 我们过去这几个月的时间 一直都是这样 温哥华西区和列治文都是比较平淡的 但是高端社区比如说南宿里 和西温哥华这两个地方 它的成交量和这个成交价就不太理想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华人喜欢的豪宅区 西温哥华在过去三个月的时间 总体这个独立屋的价格 总体下降了1% 这是在整个市场持续向好的情况下 而以当地人 就是加拿大本地人为主导的社区 就一派这个热闹的景象 比如说我们的温哥华东区 三角洲 过去三个月的涨幅 就分别达到了2.4%和2.9% 北温哥华更是当地人的社区了 是吧 北温哥华在过去三个月的时间 独立屋市场的升幅 达到了3% 所以说这个数据是相当惊人的 足以证明我们当地人的市场 是非常活跃的 就是说这个高端的 比如说20%到25%之下的这个市场 是非常非常的 第一就是有本地买家支撑 另外它买期非常活跃 是这意思 我们 objetAF brick 了 好的 应该 优优独播剧场—— apo 白痴 有所afa 细观优�独播剧场——